有家是蔣友柏 7月8號現身北市知名酒店 但陪伴的不是妻子 而是自家公司的女特助 兩人一嫌疑後進入飯店 蔣友柏待了15分鐘後就離開 而且傳出蔣友柏去年底就已經離婚 難道婚姻觸交是和這位女特助有關嗎 超短小熱褲 秀出修長美腿 身材較好 她就是和蔣友柏傳出相處親密的女特助 莊涵芸 莊涵芸留著一頭長髮五官精致 蔣友柏更帶著她和其他員工 一起去健身房 蔣友柏 莊涵芸還穿同款運動鞋 媒體跟拍14個月捕捉到兩人親密互動 對此莊涵芸回應和蔣友柏指示同事關係 蔣友柏截稿前沒有回應 但是來到成果設計 疑似蔣友柏坐車 看到媒體立刻開離現場 時間來到成果設計 下午4點多的時間 辦公室裡面幾乎沒有人 對於創辦人蔣友柏疑似和女特助過從聖命 沒有人出面做任何回應 姜友柏去年8月24號被拍時 就被發現一家四口常分頭行動 姜友柏和隨戶買素食回家不到半小時 妻子林恆怡就自己顧小孩買東西 不見夫妻同框 對照兩人去年底驚爆離婚 原本讓人稱憲得家庭破碎 不聲唏噓 解誠聲毛主委這次小組 台北報導 到 到 到 感谢观看